他是著名影星谢霆锋的父亲 也是张伯志的公公 就连周润发见到他 也在他面前自称小弟 2019年4月14日 83岁高龄的他 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被香港电影金像奖授予终身成就奖 这个消息也一时间成为了与人热点 他就是谢贤 曾经有人为了跟他拍戏 碰着钱去找他 在他们那个物资匮范的年代 谢贤的片酬就已经高达百万 足够他在香港买四栋楼 那么谢贤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到底有多高呢 谢贤原名谢家喻 1936年出生于香港 祖籍广东攀鱼 早年的谢氏集团 因为在广州从事银号的生意 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所以家庭非常殷实 在谢家的八个兄弟姐妹中 谢贤排行老四 所以后来行业内都亲切的叫他四个 后来不满二十岁的他 从香港的丽质中学毕业后 成功考入演员训练班 开启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他的作品有很多 曾在神雕侠侣中饰演杨过 在电视剧《千王之王》中 饰演了四哥这一角色 随着这部剧的大火 他四哥的名号也被沿用到了现实中 那个时候的谢贤 星图闪耀 风光无限 甚至连国际五大巨星 成龙在他面前 最尊敬的喊一声四哥 据悉 当年就连李小龙想和他合照 都只能站在边上 这足以说明 谢贤当时在娱乐圈的立位 称得上是无可比拟 年轻时的谢贤 形象也非常好 不仅身材高大威猛 五官更是精致逆天 无论在什么年代 长得好看的人 总是能受到不少的关注 所以 被凭借着自身外表的音乐条件 收获了不少的迷命粉丝 一跃成为许多女人心中的男神 古往今来 长得好看的人 总是少不了花边新闻 谢贤也不例外 他在娱乐圈 不仅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天价片酬 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情识 据说 他一生交往过很多女朋友 除此之外 他还有过很多段婚姻 谢贤的第一段恋情 开始在1955年 那时他刚进去一家公司 为了和公司的女演员 嘉玲 共同歇出演技 两人就住在了一起 最后 两人也自然而然的 从荧幕情侣 变成了真正的情侣 但是 年轻的谢贤 却逐渐迷失在了 灯红酒绿之中 再加上事业的忙碌 让他渐渐忽略了这个 默默陪在自己身边 十年的女人 谢贤的默不关心 让嘉玲对他越来越失望 1967年 谢贤的事业发展 正正日上 还成立了自己的谢氏兄弟公司 不仅成为了香港的知名男星 还成为了年轻 多亲的大老板 但他却在这时 收到了来自 女友嘉玲的请柬 因为无法忍受谢贤的忽视 所以他选择 嫁给一个泰国富豪 得到这个消息后的谢贤 无法接受 直到他联系上了嘉玲 得到了对方的亲口证时候 他才知道 自己再也无法挽回了 只好怅然接受 最后 谢贤也没有参加家里的婚礼 或许对方 也并没有想要 邀请他的意思 只是为了 宣告自己的决定而已 他们之间 也再也没有联系 双心过后 谢贤很快 又投入到 另一段感情之中 谢贤的第二任女友 萧芳芳 人长得非常美 她曾因为 在方氏玉电影中 饰演理念间的母亲 苗翠花 而大活 长达25年 萧芳芳 曾和谢贤 有过一段恋情 但是萧芳芳 为人很上进 即使在和谢贤 谈恋爱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停下过 学习的脚步 除了自己追求上进之外 她还鼓励 谢贤学英语 却被对方 以玩都来不及 那要时间学习为由 怼了回去 眼看对方 与自己的观念不一致 时间一长 萧芳芳认为 她和自己的性格 也完全不可爱 于是 一年后 二人就各本东西了 其实 那时候的谢贤 还是很爱萧芳芳的 她曾对对方 提出分手后 努力挽留 但最后 都没能获得 女方的原谅 像谢贤这样 帅戏多年的花花公子 也有被甩的一天 可见 女方的魅力 有多大 谢贤 虽然谈过两次恋爱 但她第一次 步入婚姻的殿堂 适合一个 叫珍珍的女人 珍珍这个名字 虽然陌生 但她穷女郎的头衔 想被大家都 有所耳闻 特别是对于那些 喜欢看穷姚剧的观众来说 珍珍是最初一代的穷女郎 因此 她的戏 大多是穷姚作品 珍珍出生于北京 从小在日本长大 她的成名之路 非常早 说她从小就是 观众瞩目的明星 也不为过 毕竟 她从八岁 就开始结束电影 十一岁时 就举办了 自己的个人舞会 并在十五岁时 就成为了 当红小花 几乎是达到了 许多人大半辈子 都无法达到的成就 她与谢贤 在合作电影 提影时 坠入爱河 两人于1974年 步入婚姻殿堂 但由于 长时间相隔异地 给二人的情感上 带来了隔阂 两个年少轻狂的人 就因为赌气 而草草离婚 1978年 谢贤再度 迎来了自己的 第二等婚姻 这次的结婚对象 是迪伯拉 1973年的 香港小姐冠军 迪伯拉也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女性 她在亚洲小姐的 比赛中 通过竞争 从众多女性中 脱颖而出 成功拿下 当年亚洲小姐 比赛的冠军 实至名归 谢贤再遇到 迪伯拉后 就被对方 深深地吸引了 对她展开了 猛烈的攻势 最后 成功抱得 美人归 迪伯拉嫁给她后 为她生下了 谢霆锋和谢婷婷 这两个孩子 但可惜的是 谢贤生性放了 即使已经有了家庭 却并未收心 而迪伯拉 又极其缺乏安全感 所以 二人的婚姻 也只维持了16年 就以失败告终 与迪伯拉离婚不久后 谢贤又迎来了 下一段恋情 这个名叫 Coco的小女生 出现在了她的生活中 Coco是一个上海姑娘 身高168 因为早期是 模特出道的 所以 她的身材很完美 二人相遇在一个酒吧 当时 Coco正因为在感情上 遭受了挫折 而心情低落 谢贤又月女无数 在哄女孩子这方面 非常有经验 这样成熟 有魅力的男人 无意也吸引了 年轻美丽的Coco 两人不久后 就被传出了恋爱的消息 那时候的两人之间 有着49岁的年龄差 所以 很多人都觉得 谢贤是在老牛吃嫩草 还有一大部分则认为 Coco贪图谢贤的钱财 当时 女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称谢贤 在自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所以 她才会选择和她在一起 并不是贪图谢贤的钱财 谢贤也没有否认 二人的恋情传闻 甚至还大方公开 给了女方足够的体面 但其实 两人当时的恋情 并不受关系看好 很多人猜测 也许过段时间 谢贤就会跟她分手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二人这场年龄相差 悬殊的恋爱 竟然一谈 就是12年 在这段恋情中 谢贤真的非常宠爱Coco 她会亲自照顾 她的日常生活 也会陪她一起去国外 进修英语 他们甚至还会拍到 公开的公共场合 修恩爱 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按理说 Coco竟然将自己 最美好的12年 献给了谢贤 那么 二人结婚 应该是迟早的事 但谁知道 两人却突然宣告分手 原因是 谢贤认为Coco还年轻 所以不想耽误了她 可能这就是 谢贤对她独特的爱吧 因为她爱Coco 所以不敢娶她 害怕自己年纪一大 万一哪天离开了 Coco就成了单亲妈妈 虽然心中不舍 但谢贤还是选择给她自由 这样 她也可以早日寻找 下一段感情 也许是为了弥补 Coco这12年来的陪伴 谢贤还给了她 2000万的分手费 遇到Coco时 她已经是一个有过四段感情 和两场婚姻的情场高手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Coco在情感受挫时 会选择相信和依赖她了 谢贤的一生 可谓是桃花朵朵 厌世丰富 她一生中有过五个女人 而现在身边却无一人陪伴 有人羡慕谢贤这一生 交往过的女友都是大美女 可有人却觉得她是不幸的 兜兜转转大半辈子 却自然一身 但无论怎样 这样的生活是她自己的选择 年轻时是少不更实也好 年少轻狂也罢 至少也曾爱过经历过 只要心中不留遗憾就足够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